這個地方我沒有加反斜線R的話 其實也是可以切割喔 只是說你切割出來結果會變怎麼樣 各位可以看到我把這邊print出來 它會變成尾巴會多這個反斜線R出來 不過跟各位講 即便你多這個東西 將來你把它列印出來 好像這個也是看不到的 當然其實理論上是不影響 不過最好的方案還是這邊 如果你看到這邊有多一個反斜線R 那你就知道說那這邊一定要前面再加一個反斜線R 才能夠把這個東西給徹底拿掉 不然的話不加那就怪怪的 理論上如果換行在微軟的軟體是這樣子 那如果是只有反斜線R 那就是像Linux或Google 它這樣的軟體所做出來的執行一下 那這個地方的話就把資料全部通通放進去啦 那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可以把它存檔 存檔的話也許就是什麼 這個也許就是新增 這個 新增市場資料 這個也許就是把它存檔一下 新增 市場資料 OK 好 那這樣的話呢我們就資料寫過去 你們可以再透過那個像SQLite的這個 比如說這個 這個程式可以看一下 這個有Market01 然後Market01裡面有沒有資料有 2萬多筆 OK 好那這個部分我們就完成 第二的話呢如果說要查詢的話 我們可以拿上一個禮拜查詢會員 上禮拜是把那個會員資料查詢出來 以後把資料再查回來的話 那其實你們可以怎麼拿那個上個禮拜的這個 其實拿來變動一下就可以了 那主要呢像我們上禮拜這個 我要先開一個新的工作 新的那個文件 那如果查詢的話 Ctrl++把它放大 那其實 一樣可以套範本 像這個範本是查詢那個關鍵字的 那我們先不要查詢關鍵字 我們先把它複製好了 然後貼到這邊來 那主要還是會有幾個比較重要 就是說第一個 一樣要連線到那個資料庫 那資料庫名稱我這邊叫什麼 叫市場 所以記得名稱一定要一樣 我把資料給全部掉出來了 就是市場.db 然後 第二個的話呢把它slate著 我先不要input 這個都不要 就是slate from 那這邊的話就Market 我名稱叫什麼 叫Market 所以建議是 如果你不確定 我是建議你用Ctrl-C Ctrl-V貼過來 Market01 那後面的話也許我就先不要下條件 就是直接什麼 保持空的 好那這樣的話就是 幫我幫我把那個Market01裡面的所有資料 通通抓回來 然後呢 讓他execute 抓回來了 那再來的話呢 把三個欄位的資料 print了出來 那三個欄位的資料 我乾脆 欄位名稱我直接拿這個來用 三個欄位名稱 跟這樣 五個 五欄嘛 所以這邊的話一樣 跟這個好像一樣 所以第一欄是日期 種類 市場 然後品名跟他的平均單價 那所以呢 把那個資料 因為我們經過什麼 Execute之後的話 他會把資料怎麼樣 全部放在這個Cursor裡面 那這個Cursor的話 基本上就是一個 一個有點像 記憶體裡面的一個表格 一筆一筆資料 然後裡面的話 總共會有五個欄位 五個欄位 然後把這五個欄位分別 把它一個一個的 for each的方式 每一筆每一筆資料都放在Raw 這個變數裡面 Raw0的話就是第一欄 第二欄 第三 第四 第五 OK 所以這個是欄位名稱 然後分別把這個 裡面的所有資料 一個個讀出來 OK 那理論上 執行應該OK 不過會有個地方會錯 應該這個地方會出錯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 最後一個資料 好像是用那個Double 那所謂的Double的話 其實就是 數字啦 所以這個數字的話 跟 鬥點要串好像會出 我們試試看好了 執行 這邊會出錯有沒有 它這個是一個float啦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跟 這個是 小數點的 所以怎麼辦呢 很簡單 在這個前面 加一個轉型 str 前刮弧 然後在後面的話 加一個後刮弧 把它轉成文字之後 再跟前面的東西串在一起 不然會出錯 執行一下 OK 你會發現 這樣的話 等於就把所有資料又讀出來 OK 好 那如果說假如啦 我們這個地方給各位個練習 如果說我今天想要查 查什麼東西呢 我這邊好像有個題目 這個題目的話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希望 查詢的是那個什麼 所有市場 我不要全部啦 因為全部2萬多筆 我要全部的市場裡面 幫我找輕充而已 然後呢 按照什麼呢 按照那個 這個排序 幫我排一下 就是說呢 由便宜的 到貴 那其實有點像這樣 就是 有點像是在那個 Excel裡面 用那個樞紐分析表做 做出結果 那用樞紐分析表 就相對簡單啦 可是如果說同樣的事情 假如呢 我們要用什麼 用那個 這個Python來完成的話 該怎麼做 你看這個地方 如果我今天用那個什麼 插入 假設我開啟這個 CSV嘛 然後 樞紐分析表 那他問你我資料 是不是這個 所以沒錯 按確定 那其實 如果我要分析 哪個市場 我就把市場 拉到列 然後在分析什麼呢 分析哪一個 應該是哪個平民 放在欄 那這個欄有很多啦 我其實只要什麼 我只要輕充 所以我可以把輕充打勾 其他都不要打勾 然後呢 再怎麼樣 統計他的平均價格 那預設是加總 所以把加總部分 改成什麼 平均 有沒有 平均 那如果說我不要小數點的話 那我就把那個小數點這邊 改成值的格式設定 這個格式部分改成什麼 沒有小數點 就是格式設定改一下 那這邊平均值 按確定 那你可以看到 這邊就有個價格了 那最高的 應該是最低的放上面 高的放下面 那我可以什麼 再利用那個資料裡面有個排序 A到Z 那你可以看到有沒有 這個地方呢 就會列出什麼 最便宜的在環南 33塊 其次的話是西湖 那最貴的在哪裡 最貴在市東 輕充 一公斤要 200零包 所以這個應該是 算是貴婦去的吧 所以相對 他可能是 都是給最好的輕充吧 OK 所以相差價 價差其實還蠻大 6倍 OK 那最後的話 當然如果你希望把這個 總計的拿著 按右鍵這邊有個移除總計 然後可以排一下 輕充就出來了 這邊也可以移除 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 Easeal真的好用 樞紐分析表 這樣點一下 馬上就可以做到 那同樣的做法 其實在Python的夢作可以 可是Python裡面因為他沒有圖形化 像這個是圖形化的工具 有沒有 我剛剛其實如果有興趣你可以打開它 然後直接插入樞紐分析表 跳到這邊來 你直接先把什麼 把那個 這個應該是市場 市場拉到那個 就是哪一個市場 所以我要分析哪個市場 然後呢 他的品名 品名拉到這邊來 其實就是這個 然後再用那個篩選留下什麼 輕充而已 然後最後把什麼 平均價格拉到這個值裡面 因為他預設是加總 把這個箭頭改成平均值 而且不要小數點 然後最後的話呢 就是按照排序 排序的話 你把游標放在這邊 然後 資料裡面有個A到Z 就可以排出來了 OK 那假如說啦 同樣的動作 我們要用那個 Python 幫我完成的話 那該怎麼做 不過跟各位講 主要還是需要用到Seql語法 所以待會的話 請各位先試試看 這部分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